农村一直以来都有养儿防老的说法 所以就会有很多重男轻女的现象出现 我和老公都是来自农村一个三线城市 打拼好些年才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 日子过得还算臭和 最近几天大家都在朋友群里讨论 要不要吃吼婆婆的问题 有的说虽说那是你老公的妈 但是你也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有的则说他都没有给我帮过什么忙 我一点也不想照顾他 可是又怕邻里街坊骂是不孝顺的子女 没办法还是得照顾 而我却立场坚定的说 我不会照顾她的 说到婆婆又让我回想起来 以前那些特别伤心的回忆 婆婆是典型的那种重男轻女的人 我怀孕期间还知道给我买点东西让我补补 可是老是想法让我去查查四男四女 好不容易脱了关系 查说个是女孩 她竟然让我去给打掉 我和老公坚持到底 在我孩子生下来以后 她竟然说身体不好 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临走时还祝福老公 不要办酒席 三女孩丢人 而且也别回老家办 这样可以多生孩子 听到她的这些话 我的心真的凉了很彻底 后来没有办法 月子里全是妈妈过来帮我照顾我的 后来好不容易把孩子带到一岁多 她就开始催着我们要二胎 我和老公都决定 就要这一个闺女就行了 可是她就一直不肯放弃 农村的地卖了钱 她一分都没有给我们 都给孩子叔叔家了 原因是我们没男孩 孩子叔叔家里有男孩子 负担重 她得帮庆的点才行 老公劝我说 反正我们又不打算回农村老家住 不和她计较那么多 我是因为老公确实对我很好 而且我们一家三口 自己过得也挺顺心的 所以决定不去计较这些事情了 因为公公去世的找 以前我们也劝她可以再找一个 她还骂我说我们嫌弃她了 想把她赶租这个家门 独占她的财产 她不声不响找了个老头 和人家搭伙过日去了 后来家里拆迁补偿款都给了老头 说是留给他们以后养老用 我和老公的部分一毛钱都没有给我们 我打电话回去找她理论 她说了 一个生不出儿子的女人 有什么资格在这和我谈条件 她还擅自做主 把我老公的名字都从她家的户口里给剔除了 我老公竟然成了一个近身出户的人 最让我记错的事情是 她差点把我的女儿给弄丢了 她在幼儿园放暑假的时候 老师打电话来说 让我把孩子送回去给她看看 想想也还行 毕竟孩子有人带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孩子回去没两天 我打电话回去想和孩子说话 她不是说孩子在睡觉 就是说孩子不在家 或者她正忙着呢 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 连夜和老公开车回去了 回到家里 孩子竟然不在 原来她想把女儿送给她家那个远房亲戚 让我们去生个孙子给她 我当时觉得真的是晴天霹雳 赶紧和老公去了那家人那里 女儿就在门口哭得撕心裂肺 要找妈妈回家 我们再去玩一天 女儿就被她们带到广州去了 幸亏我们去了 把女儿给带回来了 要不然我真的不敢想 这个事情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你们说我会养这样的婆婆吗 我肯定不会养她的 因为我这个人是会记仇的 我肯定不会养她的